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表面的就是没有起诉你法院不能审理 但考虑太白痴了 真正会考的是法院的审判范围必须要跟起诉范围要一致 OK好 黑板上现在有两个情况是发生不一致的情况 这边的一个是假官起诉范围 另外这个圆圈是法院审理范围 你可以看到它没有重叠 那没有重叠部分你看到黄色斜线部分代表什么 黄色斜线代表假官已经起诉了 但法院有没有审判到 没有 OK好 一旦要是违反不告不理的话 我们先讲法律效果 法律效果要是今天是二审的判决 发生黑板上这样的情况 它能不能作为上诉第三审的事由 那上诉第三审它除了一个案件种类的限制以外 还有个案件理由的限制 案件理由的限制只要是符合379条第1到14款 判决 当然违背法令的情况 一律可以当作上诉第三审是由 379第12款里面有两种判决 当然违背法令的情况 第一种 我先把它翻成白画板 以起诉法院没有审判 那国内的一个教授又很假白 给他一个名声叫漏位判决 好 第二种情况就是黑板上这种情况 检查官起诉并没有起诉到 也就是红色邪线的部分 但法院却审理了 也判决了 民刑诉共同概念 诉外裁判 379条第12款有这两种判决 当然违背法令的情况 OK好 这个一开始我们先讲 检查官提起公诉 或是自诉人提起自诉 程序过关后 来先谈一下 我们现在在谈起诉效力 先程序后实体 这个都是指 检查官或是自诉人提起公诉或自诉之后 公诉程序合法 自诉程序合法之后 才会进入到实体面去谈 我们的效力如何 那这个效力如何 我们刚刚讲围绕四个字 审判的范围必须要跟起诉的范围要一致 也就不告不理 那我们先讲到一旦有所违反的话 两种情况 就黑板上 379第12款 六位判决跟诉外裁判这两个情况 好 待会我们所讲的这一些呢 条文 譬如说266条 267条 268条 在刑诉法的法典里面编排 都在哪里 公诉 自诉也是起诉 只不过是自诉透过自诉装结最后一条 他去准用这样的规定 所以效力上是一样的 只不过是 一旦要是自诉遇到了黑板上 我们待会要讲的情况 他就是343准用266 343准用268 343准用267 国好的时候就多带一个条文而已 OK好 我刚刚在讲到审判的范围必须要跟起诉范围一致 来 请问你 那是不是理论上要先去决定起诉的范围 我才能决定审判的范围 那起诉的标的最重要哪两个标的 先想看 一 特定的被告 二 特定的犯罪事实 被告跟犯罪事实都要特定 所以显现在审判的范围两个东西最重要 一 对人的效力 第二个 对物 有人叫对事 有人叫对物 翻成罪白话版 对犯罪事实的效力 这两个范围本来就是应对起诉最重要的两个标的 所谓的起诉就是 原告起诉特定的被告请求法院审判 他所做的特定的犯罪事实 OK 好 有这个概念之后 我们来看到第十页这边一开始 本诉讼主因人无诉及无裁判 及所谓的不告不理原则 那审判的范围 应该跟起诉的范围要一致 如果案件没有经过起诉 诉讼关系还没有发生 法院不得就未经起诉的犯罪加以审判 那如果禁语判决呢 OK 好 后面就是两种 379D12款 两种判决当然违背法令的情况 如果禁语判决是属于未受请求的事项 因为判决是违法 翻成白话版 没起诉 没有诉讼关系 法院居然激薄地跑去判决了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哪一种 诉外裁判 即已经起诉或效率所及呢 诉讼关系已经发生 但如果没有判决呢 也不视为已受请求的事项 未遇判决是违法 也就是已经起诉或者诉论关系已经发生了 法院居然没有判决的情况 好 看到最后一行 而上诉公诉的效率呢 透过343准用在自诉案件 OK 好 来 要正式进入之前 黑板上这一团起诉效率 我讲得更精准一点 起诉后才会产生的效率 来 看黑板上这里 譬如说266条 这个条文告诉你什么 来 我们先看到 下面第一个对人的范围 条文依据在266条 其诉的效率不及于检察官所属被告以外之人 看完这个条文之后 我们运用到黑板上这个例子 这是一个告诉男子罪 假以根禀两个共犯告诉男子罪 譬如说以根禀两个共犯刑法277 假现在侦察中只对以提告诉 来 请问你 告诉效率 你在证则中所学的刑诉239 是不是这两人共犯告诉男子罪 对一人提告诉效率 极于其他共犯 所以以柄两人身上都有合法告诉存在 但后来检察官只起诉已 来 请问你 法院能不能审判柄 如果你照法条操作 刚刚266条 是不是告诉你 起诉效率不及于检察官所属被告以外之人 那检察官现在只有请求法院审判已 没有请求你法院审判柄 法院当然不能审判柄 来 一旦法院判决书里面 判决主文去 涉及到有关柄的部分 法律效果呢 就在这里 哪一种 黄色的还是红色 红色部分嘛 检察官没有起诉柄 你法院居然审判柄 审外裁判嘛 但 真正背后逻辑是什么 有没有看到 这边假对已提告诉效率及于柄 检察官现在只有起诉以效率 不会及于柄 这里很简单啊 266条 这个位阶在哪 起诉后 所以刚才讲 起诉的效率 是起诉之后才会发生的效率嘛 那你当初你在侦察中 你假对已提出告诉效率会及于柄 那个是目的要使得 告诉男子罪里面告诉充足而已 问题来 如果你是检察官 你是证案件承办检察官 当初侦察中你接受告诉之后 那 到底要对谁起诉一定是根据你 在侦察阶段里面搜证的结果 有没有可能你搜证的结果 认为只有已有高度犯罪嫌疑 并没有高度犯罪嫌疑 所以你才只起诉已没有起诉 并 你才是谁 原告 公司案件里面检察官才是原告 检察官要挑谁当原告 一定是背后侦察结果 认为谁有高度犯罪嫌疑嘛 否则的话 如果一旦你提告诉 我就非得针对你所提的 告诉这个人起诉 那我检察官不就你告诉人的傀儡吗 我本身我是侦察机关的 听懂没有 所以侦察阶段的个性 跟审判阶段的个性 本来就不同嘛 所以我们刚才会不断强调 266条 或者是待会要讲268条 这些起诉之后的效率 都是起诉之后才会发生效率 侦察中有没有这样的概念 没有 就要解断开来 OK好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 黑板上这种例子 它应对到266条 我们刚讲 检察官只有起诉以 法院当然不能审判病 因为起诉效率不及于 检察官所指的 以这个被告以外之人嘛 问题来了 第十页最下面第二点 那个学说标准 你可以看到大标题 瓜一的意思说 瓜二表示说 瓜二三的行动说 国号上用在哪里 黑板上这个例子根本用不到 那三个学说 因为百分之百很明确 法院就是不能审判病嘛 因为起诉效率不及于病嘛 那三个学说只有用在这里 茂名 或茂名加顶替 茂名的情况 来我们先看黑板上这个例子 假冒以民 假现在呢 如果假是通稀犯 那假是通稀犯呢 他怕被领检 下来的时候被发现 所以他就伪造了乙的身份证 OK好 那现在呢 他因为有个犯罪在 有个犯罪被以现行犯逮捕了 OK 我们来看哈 框起来这个乙 事实上是假 只会是假冒称他的名字是乙 所以我把乙这个字框起来 当时候呢 假他做了什么事 他在08年12月15号 在某一个地点呢 去做窃盗行为 后来被以现行犯逮捕 那被以现行犯逮捕的时候 假在警方面前 拿出了乙的身份证 冒称自己是乙 后来在检察官训问的时候 做有四条人别训问 检察官也上当了 人别训问的时候 假同样也拿出乙的身份证 骗过去 骗过去之后 导致后来检察官这份起诉书 是这样写的 我们看 乙呢 这个人呢 这个人呢 在108年12月15号 在某个地点实行 窃盗行为 经过 民众里 陷阱犯逮捕之后 接下来 警方呢 再把他移送来到我这里 然后 侦察庭 谁来开庭 一样是这个人 因为他一路被拘捕 他被拘捕之后 人身自由一路被限制 所以你看 在侦察庭里面是哪个人 真正的假 就穿红衣服这个人 只不过是假 一路都自称自己的名字叫乙 那所以 检察官后来在侦察庭 对这个人 自称叫乙的人 只有五万元聚保 那这个案子后来相关起诉 这是一份起诉书 问题来了 起诉被告的是假 还是 我们讲的是真正那个人 听懂的概念 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 国好上理才有需要 写到我们第十页底下 瓜谷一二三 意思说 表示说 行动说 我不能画重点 回到那个第十页第二点 学说标准瓜谷意思说的部分 好 以检察官实际上 是否以之为被告为准 重点在后面那句话 对于何人提起公诉 专以检察官恕罪的意思而定 以检察官的意思而定 简单来讲 所以 配合上这个标题 意思说 以谁的意思 以检察官的意思 当然是依照原告的意思 你原告指谁是被告 那那个人才是被告 那起诉效率当然不及 于这一个被告以外之人吗 好 先跳过二 表示说 他以实书书状所记载为准 OK好 重点在后面 我现在帮你画重点就是 你国号上要填上了 从实书去解释呢 他所表示真正的意思 判断的检察官 是以何人为起诉之人 OK好 看这两个 这两个来其实是一样 一般的案例 我跟妳讲 一般的案例 意思说 表示说 行动说到最后 所确认的被告答案是一样的 只不过是 他们用了不同的术语去讲 这很像什么你知道吗 我们连接刑法 所守 密切行为说 直接危险说 吃都一样 只不过是换个术语来讲而已 OK有这个概念之后 我们来看 如果是依照意思说 依照检察官的意思 这份起诉说 检察官是以谁为被告 是以当初被现刑犯逮捕 那个人来到我检察官面前 我检察官后来没有申请吸押 我让他准许聚保的这一个人 懂了吧 这个人是谁 虽然这个人自称自己的名字教义 但这个人就是假 有没有看到 所以刚刚黑板上证案例 如果是依照 刚刚的瓜胡一 意思说的话答案是 假的部分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 如果是依照表示说 表示说 用什么表示 起诉书的记载去解释说 检察官要以谁为被告 那这份起诉书里面 经过解释之后 检察官他所要起诉 是不是当天被以现刑犯逮捕 而且解释来到检察官面前 而且经过检察官同意 聚保的那个家伙 你经过解释之后 整份起诉书要起诉的就是这个人吗 那谁 也是假啊 答案我们一样 一样啊 听懂了 好来 看到十一页 瓜胡三行动说 他以事实上 以之为被告实施诉讼行为 或以之为审理对象 进行程序者为准 什么意思 程序的主导者 两阶段 一 侦查中式检察官 审判中式法官 那你就看 这一说他其实就告诉你说 你看在这个阶段里面 程序主导者真正实施诉讼行为 应对的对象是谁 所以他叫行动说 诉讼行为应对的对象到底是谁 来我们看 不管你的名字 侦查中里面 谁道庭 被以现行犯逮捕之后 后来就送来到检察官这边 是不是假道庭 经过检察官训问 经过检察官同意聚保的 这个人是谁 不就是假 只不过是假 自己冒称自己是乙而已 但实际上他也是假 所以依照行动说还是假 所以黑板上这个例子 依照意思说 表示说行动说 完全一样 被告都是谁 都是假 我们看到11月第三点 事物上的运用 表示说跟行动说的并用说 那一般同时务 见解而认为 266条所限 限定该特定之人 是以限定审判范围 并不是限定 他是真正的犯罪人 他是不是真正的犯罪人 并非所问 简言师呢主要是 实际上为诉讼行为 尤其你只要看到题目中有什么 这个人被羁押 我问你 先停下来 这个人如果被羁押的话 依照哪来说最准 行动说 行动说 化简言师主要是 实际上为诉讼行为的 该特定人为准 所以冒昧的情况 诉讼关系存在冒昧者 点滴的情况 存在点滴者 这不用背 后面两句完全不用背 因为你只要会做立题 你就知道了 你只要会做立题 你就知道了 OK 来 我们先翻到后面的题目上 14页 我们看到94年司法官这题 这题基本题 你可以看到那考题的变化有多快 我们待会看到 94年司法官的时候 才单纯考冒名 那后面有考顶替 结果后来这几年 四等的法联就考了 冒名再加顶替 再同一题 OK 我们看 嘉宁两个是同学 住在同一个住址 那某路人假发生车祸自然于死 唯恐判罪影响学业 后来就擅自取乙的身份证 以乙的姓名的到警局制 果然蒙混过关 一送书记载的乙事犯罪嫌疑人 一直到几案官侦查的时候 假亲自道庭应讯 假外面有发现了他姓名之物 求书因寻记载 被告姓名是已 OK 停在这里 告诉我 这四行里面哪一句话最重要 这个案例是冒名的 第三行假亲自道庭应讯 你有没有看到 假亲自道庭应讯刮起来 以后你再看国考题目 其实就看这种特征 这个依照行动说 来 我先提示一下 国考记号上 只要是考到黑板上这一团 冒名 你要确认被告是谁 以及日后判决完之后 谁才是上诉全人 谁上诉才合法 原本记得见是 行动说在打草稿 在检验过程最快 那所以就看 程序主导者对谁 真正实施诉讼行为 好 这个题目再往下看 看到一二三四 第四行最后面 一直到第一审判决 假如法炮罪 人以的姓名应讯 同样的特征是不是出来了 侦查中是谁道庭应讯 假 然后审判中又是谁道庭应讯 又是假 只不过是假 都不断自身自己的名字 叫做乙而已 我们把题目看完 所以第一审判决呢 判决已有罪 第一审判决是宋达说 有假搜索判决 假又以以的姓名提上诉 道庭辩论 第二审才发现 这案件是有冒名的情况存在 好 问你第二审法院 应该如何判决 看完题目之后 我刚刚直播是要让你看那个题目 先确认 来 刚刚那个题目已经问到第二审了 但问题是 那一种题目即使问到第二审 甚至有题目问到判决 确定之后才发现 因为冒名的情况有可能一 正常中就发现嘛 正常中发现就怎样 我们把他抓起来打而已 启误书不会去误载他的名字 考题会从这里开始 假万一开始 把假这个人 他的名字当作乙 起诉书协乙 那所以一审审理中发现 或者一审审理中没发现 就像刚刚那一题一样 假又用乙的名字上诉了 我来到二审才发现 那考题的第三阶就是 来到判决确定后要执行的阶段 才发现 考到后面这些问题都回味到最前面了 最前面 来 我问你 回到最后法条 刚刚在冒名的情况 到最后 应该说 最一开始 不管他的阶段性问题 问到哪个阶段 一开始都得先确定什么 谁才是266条的被告 确定他是被告以后呢 效力不及于什么 被告以外之人 那刚刚那一题里面 我们刚看94年司法官里面那一题 是不是先确认了 被告是谁 假 跟我们黑板上这一题一模一样 所以我们先把它圈起来 依照行动说 依照医师说 依照表示说 这种正常案例三说答案都一样 只不过是我告诉你说 国法界好像依照行动说很准很快 先确认了 他是什么 检察官所指的被告 确认他是被告之后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 回来到课本上11月 第三点我们看到 关乎1这个标题冒名的情况 例如假切到冒用乙的名字应讯 而且经过积压那 后来知道检察官乙的名字起诉 跳到下面第一点 第一审法院 这是指侦察中没发现 起诉之后来到第一审才发现 他既然发现姓名错误了 只需要单纯的定证姓名这个错误即可 当然可以对假的进行实体审判 对假不申未经起诉问题 好 为什么 为什么 像刚刚94年司法官那一题一样 我今天如果一审在审理中我就发现说 原来检察官所起诉的这个假 他还不断在冒乙的名字 那我请问你 来 回来到这里 你现在你在检察266条的被告 是因为你尚未接概念 你在坚守哪一个原则 审判的范围必须要跟起诉范围制 所以你得先确认 检察官起诉的对象是谁 你法院的审判对象才能跟着他走 那刚刚在这个案例里面 你是不是已经确定 当初检察官起诉对象是谁 这个被告是假的 那你法院审判对象是谁 94年司法官那一题低庭 起诉之后低庭 来到道庭应讯的又是谁 也是假 起诉假 我一审审判也是假 那我现在知道说假的真正名称了 起诉书所写的名称跟他不一样 我们现在有没有违反不告不理 没有 起诉是假 我审判也是假 没有违反不告不理 这不就好像类似像说 现在起诉被告在108年5月1号 下午3点犯毒 后来法院审判之后 发现他是3点10分犯毒一样 我就判决书把起诉说3点 改成3点10分就好了嘛 大前提是有没有违反不告不理 没有 重点是因为你审判的对象 正是检察官请求你去审判的对象 那所以当然对假下判决 只不过把那个乙的名字改成什么 假就好了嘛 OK好那接下来我们再看第二个 刚94年司法官那一题等于结束了 不过我先讲一下 不好意思 94年司法官那一题考到后阶段 来我们看一下 今天假设如果一审法院又没发现 又是用乙的名字定在判决书里面 后来呢 假用乙的名字上诉 因为判决书里面被告是乙这个名字嘛 所以假现在要受上诉 他又要再冒名自己是乙了嘛 对不对 好 现在假用上诉了 来请问你 假上诉跟乙上诉 真正的乙如果也受到判决书 两个都上诉 谁上诉合法 以后我们到上诉审就看到 344条告诉你上诉全人谁 当事人 当事人才是上诉全人 那当事人谁 原被告嘛 原告跟 被告啊 那谁是被告 假才是被告嘛 所以真正的假上诉 纵使他使用乙的名字上诉合不合法 合法 这个上诉合法 反而是真正的乙上诉不合法 因为真正的乙不是被告嘛 真正的乙上诉之后 打擦他不是当事人 所以没有上诉权啊 上诉程序不合法 那刚刚那个案子来到二审之后 如果二审发觉呢 一样的概念呢 如果 真正的假用乙名上诉之后 来到二审假又出现在二审 那你是不是又同样面临到问题 二审审判的对象 跟当初检察官起诉的对象 以及上诉 人应对的这个标的 有没有完全一样 有 既然有没有违反不告不理 所以你二审法院发觉原来冒名 就单纯把姓名更正就好了 所以黑板上这个例子 在假道庭的前提之下 在假道庭前提之下 你会发现有些事 第一个 被告审判其实有出现 第二个 法院的审判范围 有没有跟检察官所起诉的人 能够相对应 可以 他没有违反不告不理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单纯更正姓名就好 所以你看到第二点 上诉的一个情况 他如果第二审法院以名判决 那被告是假 因此呢 对这个判决只有真正的假 能够提上诉 那真正的以上诉是不合法 因为真正的已不是被告 所以他不是344条的当事人 当然也不会有上诉权 所以我们看到第三点第二审法院 如果第二审法院呢 才发现现名所欲 不能够对真正的已 预知无罪判决 好 为什么 已就不是被告啊 你但要是对于 预知无罪判决 违反不告不理 来 告诉我哪一种 法律效果哪一种 起诉的是假 你去审判也 当然就宿外裁判了嘛 他说应该呢 将第一审呢 法院判决撤销 而且将已的名字 定证为假 你看到目前为止 判决确定前 只要发现这个情况 我说 在被告是假 而且在假 也有实际道庭的情况之下 来请问你 法院解决方式都是什么 单纯定证姓名 都是单纯定证姓名 那最后一阶段 如果一旦 到有证判决确定之后 来到执行阶段才发现 一样 这个核心概念永远没变 我们看 黑板上这个例子 一直及时到判决确定之后 执行通知书来 一看到时候流眼泪 这国家司法到底是什么 我想真正的 我什么事都没做 我会想要去执行 但到目前为止 我们不断都在讲 审判的范围有没有跟起诉范围是 有 既然有没有违反 不告不理 一样又是单纯更正姓名 只不过 终究是判决确定后 所以要慎重一点 用什么方式更正 裁定方式更正 听懂了 我们看到 我们看到十一页 第四点 判决确定之后 判决确定之后 才发现姓名错误 救济管道如假 第一个 学说上我们先看 学说上四条管道 连背都不用背 你看到前两个标题 圆圈一跟圆圈二 前两个标题 现在你是走到判决确定后 判决确定后的救济程序 本来就有 再审跟非常上诉 所以国内学说上就有这两条路在 我们看到第三条路 看到 刚刚记标题就好了 因为他都不是食物间接采的 也不是通缩采的 我们看圆圈三 将判决 重新上映之后送达 好 不要同样以 记标题就好了 然后课本上排版 少了个圆圈四 有没有看到 圆圈三那一段之后 接了个圆圈四 裁定更正姓名说 OK我们看 因为假如始终在压 这一个例子是延续 我们刚刚讲 切到后来被激压的例子 假如始终在压 检刑官以及法院的刑法权 对象始终无误 先停转 你帮我翻成白话板 审判的范围跟起诉范围一致 因为起诉假 我审判的对象也都是假 对不对 好 姓名只不是人的识别 也仅由法院以裁定更正姓名就可以了 好 那后段有假伪造鼠压的犯行 则另外处理 这要连结到刑法了 老吴你好 来 到目前为止 我们先 确定前 确定后 我们做一下小整理 确定前如果发现怎么做 单纯更正姓名就好 确定后发现呢 也是单纯更正姓名 只不过是因为确定后 所以要用的方式比较慎重 要用裁定的方式去更正 就这样 那另外涉及到刑法部分 为什么要告诉你 伪造鼠压部分 要另外去办 因为伪造鼠压部分 本来就不在起诉的范围之内 如果他不在起诉的犯罪事实里面 你去审判他又是 不告不理 有所违反的 问题来了 为什么是刑法领域单纯是217伪造鼠压 没有 伪造文书问题 别忘了 假在冒乙名的时候 在警局他就先冒着乙的名字 签了一份什么 警循笔录 他是被告 笔录制作过程里面最后面那一栏 受询问人要签名 检察官这边侦查笔录 他也要签名 别忘了后面还有审判笔录 那为什么不会有伪造文书问题 就先讲一下 我先讲一下刑法概念 你签这个名 你要构成伪造文书罪 必须你签这个名之后 要能够表示这个内容物上 是由你制作的 他才会危害到公共信用 听懂没 那我来看咯 警循笔录谁做的 你会因为签了这个名之后 然后就变成警循笔录 内容由外人看起来 就是由你做的吗 想太多 前面四个斗大的字叫警循笔录 侦查笔录也是 在讲官面前所谓的侦查笔录 那书役官记载的 会不会因为你签完名之后 就变成讲官所问的 书役官所记载 就变成是你制作绝对不会 所以他符不符合 对他来讲 对他来讲 因为文书有时候它会有相对性的概念 对他来讲 这是不是文书 不是 因为他签了这个名之后 并不会表示这个内容是由 他所制作的 听懂没 所以不会符合文书概念 所以刚刚林玉雄老师才告诉你 这个涉及到217你看 他没有说涉及到伪造文书 他只有说涉及到伪造鼠压部分 这个以后我们到了那个 刑法有关伪造文书章节 还会再提一次 让你印象深刻一点 那94年司法官那一题 我们就等于解完了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到 后面还有特殊议题在 不过特殊议题我们等到后面再来解决 我们现在看 茂名最单纯的情况解决完了 其实茂名刚刚我们讲 还有很复杂的情况在 全台湾有益力而且考完 来我们现在讲顶替 顶替叫简单到报 你只要看到顶替写很多的 一定骗你钱 我讲那本书啦 在骗稿 我来讲告的是真正一个行事案件 当时有一大早五点多 假开是撞死人 假开是撞死人 那它中间有环节 我们已经查不出来 中间的环节是 警方到场的时候 乙已经坐在车上 乙坐在这部修理车车上 然后自己自首 那时候已经不算自首的人报案了 乙呢自己就自白 两室我撞的 我开车不小心撞死被害人 检查官后来就起诉 起诉乙过去致死 法院审理的时候发现 天啊 你知道这件很扯 这件扯到报 这件扯到报是因为 检察官搜证没有很严谨 你立刻就起诉 然后扯是扯在 就是因为幸好他很快起诉 没有搜证很完 很完善 所以导致 当初的监视器画面还留着 这个案件居然可以 没有去掉当时候监视器 那后来怎么发现 是因为法院审理中 证人出现了 证人在交互结尾里面 被问出来 后来法官起疑 你看 当时候公诉组检察官 居然跟木头人一样 对这案件也没起疑 反而是承审了法官 后来起疑 为什么 当时候证人看到的是什么 车祸发生之后 从那部修理车下来的人 秃头 没戴眼镜 五六十岁 现在被起诉 站在法庭上这个被告 不到三十岁 戴眼镜 长头发 那个描述法官就起疑了 后来这案子去掉了监视器画面才发现 甲打电话叫乙来顶替 两个都黑帮的 甲是老大 甲当天早上 不知道有没有喝酒之后不知道 因为甲后来在警方到场的时候 甲就已经不在现场 乙就已经坐在身上了 OK好来请问你 法院现在知道 已顶替老大甲犯罪 来请问你 法院应该如何审判 这玩过一次就不要再背了 你不要以后行速花时间在这种无聊议题上 真正的甲是不是涉及二七六 过失致死 还有另外一个 顶替的叫说犯 但 不会成立 刑法上是不会成立 但一样要正办 已呢 已一个被起诉二七六 他本来被起诉二七六 另外一个呢 顶替 顶替罪 对啊 好来 四个标的出来 不好意思了 我们把这个先擦掉 反正这个不会全力犯罪的 让你不要这么麻烦 哪些要用红色的分笔打擦 法院完全不能审理到的 有哪些 做比对嘛 暂先拉回来啊 第四学行速 这也很好懂啊 审判的范围必须跟起诉范围一样 起诉两大标的 哪两大标的 特定被告跟特定犯罪事实嘛 所以就先拉起诉书里面 我们看起诉书里面 被告谁 已 你只能审判已 假就拉谁 假不管从小到大多少岁 你现在就是没有起诉假 完全不能审判 那你说假不能完全审判 假不能审判 那怎么办 法院明明知道有个犯罪事实在 但坚守不告不理 你就是不能审判 判决书里面去交代 涉假涉及276部分 请检察官另案侦办 来请问你 法官在做什么动作 告发 他在依照241条公的告发 懂了吧 检察官现在看到起诉书之后 有人告发了他就一定要去侦察 侦察之后再起诉 起诉之后法院才能审判 那有同学可能会想到 那为什么不一起判一判 诉讼经济 诉你大头 诉讼经济 别忘了还有什么 被告防御权要行使的 所以这里涉及到 被告防御权行使面向 OK好 接下来 再来看 起诉书现在是已 OK我可以应对审判的 问题来 犯罪事实在这里 276 有起诉到164第二下吗 没有 既然没有 这里也打差 那这里怎么办 当然是无罪啊 因为既然认为是假 做的不是已做的 当然就下无罪判决 顶替结束 连背都不用背 只要检守 黑板上四个字就好 哪四个字 不告不理 审判的办法 必须要跟起诉犯为事 结案呢 OK好来 啊 茂名又加顶替了 怎么办 有够贱 茂名就算了 顶替就算了 茂名又要加顶替 来我们看 我们看一个题目 十四页第三题 他是史上第一次茂名加顶替 一并考 然后居然不是在三等 在四等 我们看到十四页第三题 一百零四年法联的部分 这是四等法联 茂为了顶替呢 真正的犯人 上检局自首犯罪 而且冒称他的姓名是乙 来看到这里就好 假冒称他的姓名是乙 不是吗 假冒称他的名字叫乙 假冒称他的名字叫乙 然后只不过是这一题 多加一个什么 多加一个顶替嘛 看到没 这一题就冒名加顶替嘛 好 往后再看 讲话证查中 假冒人意乙名应讯 那讲话没有发现 将被告的姓名记载为乙 提起公诉第一审法院选拟的时候 查明真相 请问你应该如何判决 答案是什么 我课本上 顶替加茂名 我记得我故意不写 有的老师写很多 然后我百分之百跟你确认 他骗稿费 分开到十三页 瓜乎二 顶替嘛 就单纯顶替 十三页是瓜乎二 单纯顶替 瓜乎三呢 顶替又茂名 要不要看到 我只有一句话 情况跟茂名相同 为什么 我不想写对文字 让你背啦 我就太无聊了啦 我证客课本又不对外卖 干嘛骗稿费 自己想想 检察官现在被贾蒙骗 贾又是拿乙的 身份证出来了 虽然贾背后是顶替他人犯罪 但我问你 把刚刚那删说拿出来 贾现在既然站在你检察官面前 虽然他自称是乙 依照行动说 谁是被告 一样是你贾是被告啊 你懂了吧 这里有没有人不懂 你背后顶替谁 来我们先想一下 检察官所起诉的 警察所抓的 一定是真正的犯罪行为人 有要准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 法官都不会有误判 然后我们也 我们就把上诉制度撤掉 高等法案撤掉 最高也撤掉 然后再审 非常上诉制度全都撤掉 司法资源就用很少 恭喜你 警察可能会抓错人 假扬官可能会起诉错人 法院有可能会误判 所以我们现在所讲的是 266条 这一个所谓的被告是指 真正做犯罪行为的人吗 或许大部分是 但并不排除 有些不是真正犯罪行为人 你今天纵使冒名又顶替 但是你假现在站在侦察庭里面 检察官这个诉讼程序主导者 他诉讼行为应对的对象 不就是你吗 所以这个案例里面 纵使你再翻转一下 说起草 你看又是在这里 一样啊 纵使这份起诉说 后面是顶替 但他是不是也是冒名 所以如果你依照意思说 依照表示说 依照行动说 被告都一样会是假 结案结完 来我们看 一审如果发现 真正的犯人 假设如果是饼 真正犯人如果是饼 来 怎么解决 我们现在把它拉出来 检察官现在是不是起诉 用以这个名字 这个犯罪 假设如果一样是276好了 但我们说被告是假嘛 对不对 假的部分呢 既然是顶替 被起诉276部分 无罪 不是吗 他没做嘛 我确定他是顶替的 所以顶替他人犯罪 他没做任事嘛 他有另外一个164顶替部分 法院不能审判嘛 真正的这个饼呢 既然不是法院起诉对象 任何罪都不能判 告发而已 对不对 结案 所以我刚讲 茂名加顶替等于什么 茂名啦 还是茂名 茂名加顶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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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讲的是 说 这个数语其实都可以讲 茂名加顶替可以等于是茂名 茂名加顶替也可以去顶替 看你用什么数语去讲而已 反正简单来讲 所有的游戏规则都得回到哪里去 这三说 由这三说 事实上如果除了待会要讲的特殊案例以外 任何案例 这个最准行动书 几案 这个问题 第一审法院审理的时候 后来又发现了假是冒名 而且假顶替他怎么办 顶替部分假被起诉那个罪名 他没做 既然是顶替判无罪 而且把乙的姓名 单纯定证成什么 假嘛 几案呢 有关对人的效率 我们要讲最特殊的案例 我几个判决 我先带你看一下 看到十二页 十二页第一个判决简单 你可看可不看 然后看到下面92年台费斯107号 他有检官申请的检疫判决处刑书呢 那原法院检疫判决书呢 都将被告的姓名误载为假 但他的侦查申请以检疫判决处刑 以及审判的对象 事实上是薛明宏 当初在检察官征讯的时候 站在检官面前叫谁 事实上是谁 薛明宏啦 事实上是薛明宏 只不过他冒称自己的名字叫什么 叫假 OK好 跳到十三页第二行 最后面这一个案例是判决确定后 看到十三页第二行最后面 他说建议假的申请 就该检疫判决为开始再审的裁定 而且进行传讯没有经过起诉的 假为审判对象 那认为假不是怯盗的犯罪行为 而判决欲之无罪 来先停车 有没有违法 他这案例讲的就黑板上的 这个真正的已出现了 真正的已出现 后来在判决确定之后 说执行阶段 天啊 我刚刚不是在模拟吗 他说我没做坏事居然要被执行 台湾司法到底是什么 我刚刚讲救济程序什么 裁定更正 结果他申请什么 申请再审 然后再审法院居然让他过了 还判他无罪 他是当初起诉对象吗 不是啊 真正的已不是当初起诉对象 所以当初起诉假 结果后来你居然审判了已 哪一个 379第十二款四位裁判 所以你看最后面 他说刑有未受请求 事项遇判决是违背法令 这个判决观察两个重点 一 判决确定之后 你发现有冒免的情况 救济程序什么 裁定更正 而不是跑去走 再审 那第二个观察重点是 你对于当初没有被起诉的那个已 虽然起诉是用已的名字 但真正起诉的人是谁 假 所以你对于真正的已 你认为下判决 不行 因为他不是当初起诉对象 好 接下来我们看最特殊案例 最特殊案例我讲一下 史上最扯的检察官之一出现 当初这一件 当初这一件 警方没有解送来到检官这里 没有 当初这一件是检察官侦察庭里面发传票给这个被告 所以警方这一段我先把它消掉 整个案件只有 你看我先讲这个荒谬的结论 台湾的一个司法判决 判决被告有罪判决确定 侦察中的主导者检察官没看过被告 审判中的主导者法院也没看过被告 这个人居然在一个民主国家被有罪判决确定 所以我刚刚一开始就讲台湾最扯的检察官之一出现 检察官在这件里面呢 当初发传票给他 他没到 来问你 你要是检察官你会怎么做 没正当理由传唤不到居啊 这检察官居然不居了 做什么动作 起诉 他居然起诉 他就依照449检易程序起诉 他申请法院做检易判决 法院后来也蒙着眼也判了有罪 依照449这个程序 我先讲到449这个程序 我们上次是不是讲过 一旦起诉之后 审理方式上为了刑事政策关系或诉讼经济 在某些要件符合之下 是可以走所谓的检易型程序 检易型程序有三道程序 我们之前跟253-1还起诉 这个制度比对过 一个是273-1检视审判程序 一个就是现在我们要讲449检易程序 另外一个是455-2认罪协商 记得我们当初讲253-1 这个还起诉处分的时候 我去比对案件范围253条之一 我去比对案件范围说 侦查中能够做还起诉的审判中 就能走检视审判程序 就能走449检易程序 就能走45-2认罪协商 认罪协商跟检易程序 也就是449有共同特色在 它的共同特色是没有审判期议 那既然没有审判期议 它是一个所谓的书面审 当然这要符合一定的条件 只要是法官后来认为符合这样的条件 所以依照书面审 连被告连看都没看过 下有罪判局 而且确定这件范围 同样的 假被警察抓到 假范围明 问题来 这个案件依照行动说完全找不出来 谁是被告 为什么 因为检察官发传票 被告根本没到 被告没到 侦察阶段的程序主导者 应对的诉讼行为对象是空气 检察官在传唤未到之下 没居提 然后居然后来直接起诉 直接起诉之后 法院也蒙检判有罪了 也没看过被告 被告也没到 停过 所以我刚刚是不是讲 依照行动说你完全找不出来 记得 对人的效力266条 这个特殊案例 它跟刚刚的解决方式不一样 那这个案例你要去记 它要另外处理 它有个大前提 什么大前提 是一句白话本 没人看过被告 谁要讲 是依照行动说找不出来 依照行动说找不出来 OK好 我们看到13页 97年台飞寺537号 就判决打信号 高阶考试这个打信号 三段考试到目前为止 它只有出现过一次 来让你猜猜看在哪里 我当年解这一题的时候 我跟你讲 我发现没人解 然后后来我同学 我自己同学在最高法院 当助理的时候 我们两个聊天聊到这件 他就说 他第一个表情是 怎么有可能发生 这么扯的情况 我说有 97年最高法院出了一例 他不相信 我把暗号贴给他 但目前为止考过一次 他会不会在这几年 扩散出来 不知道 但有几率 好 我们看一下他背景 行人使用他人身份证的贸民 接受警局没有被发现 前官并没有实施侦查询问 后来就凭着他人身份证所示的姓名 年龄 驻守等资料记载 在申请检疫判决处刑书 那这个情况就像 依照表示说 故以申请书所载的他人为审判对象 依照意思说呢 前官没有做侦查行动内心的本意 没有办法从外观客观上的试证来判断 只能够依照申请书所载为对象 依照行动说第一审是书面审 行为人从来没有实际为诉讼行为 那也没办法认定他就是审判的对象 先停在这里 行动说挂了嘛 到最后来猜猜看被告是谁 记载以就是被告 懂了吧 真正的以就是被告 这会跟我们刚刚所讲的正常案例 答案就不一样了 来往后看 所以既然没有客观上的足词分辨了 其他犯罪行业的人别资料 那因为犯罪事实以证据都尚无不允 法院当然应该依照453的规定定体处分 则该所受到请求确定刑罚权范围的被告 应该是被冒名之人 而不是真正的行为人 为什么 因为起诉书就是有记载这个人 那你从其他客观上去像刚刚案件 完全你没办法像刚刚那些案件推出来嘛 好 往后看 那如果被报名水轮队上街 警义判决不符的上诉 该管第二审法院何一提 一旦发现实行呢 该第二审法院应该撤销第一审的不当判决 改为被告无罪的预知 OK 先看到这句话 看考题 十五页 第五题 他考在铁路高原急震峰 广告 蒋爬七七车过去伤害 A报警 请求依法处理 警员道长测彙现场图 在制作询问笔录的时候 假提出其胸乙的身份证 冒乙的性命厌讯之后 警员劝贾跟A 双方自行和解 事过三个月 警方没有看到和解书 后来就以乙的名字 涉嫌过去伤害的寒宋法班 讲完正常的时候传告乙也未到 后来就申请法院以检疫判决处刑 定用法院的检疫庭后来就以检疫判决预制 以过时伤害处居于50日 那如果议和法制是可以依照新台币1000元则算一日 真正的已在收受到判决书之后提上诉 OK好先停一下 检疫判决一旦要是经过上诉之后 如何处理我们到了过几节课就遇到 但我们先处理第一阶段 来请问你 这个真正的已上诉 合法吗 上诉程序是否合法 你上诉程序是否合法得回来到我们刚讲 他是不是属于344条当事人 真正的已是不是 是 这个案例里面是了 他要特殊处理 他不能像刚刚那一些 刚刚那一些案例里面 真正的被告是 被检疫官所指为被告是谁 冒名者而不是被冒名者 在这个特殊案例反而是被冒名者 所以这种案例要特别记 我们看第七题 十五页 十五页的部分 但也直接看题目重点 103条司法关注题 第三行最后面 讲关于公共危险罪上 法院申请简易判决属性 那经过判决有罪确定之后 才发现假冒名的情况 依照实物见解 对这个冒名的有罪判决 确定该如何救济 刚刚讲过了 实物上怎么树立 才定更正 这就回到一般案例了 来看第四题部分 我可以让你 我看一下 在两个双胞胎 常里其行貌酷似 难以分辨的胡作非为 好问你 下列两个例子如何处理 看到过 假在捷运车厢的偷人家的皮包 当场被其他乘客扭送进去 假冒用其地 以的姓名应讯 警方询问之后 连人随案 移送检案关 检案关询问之后 后来就提以公诉 但求书仍然写乙的名字 然后到法院审理才发现上行 来 刮武一单纯什么 冒名 刮武一单纯冒名 就正常案例的冒名 来看刮武二 在捷运车厢内 窃到经过其他乘客发掘的时候 刚好到 刚好车到站 那假就 得以下车逃逸 其地呢 难以自己的名字 投案承认自己犯罪件 我后来就以为 被告提供诉 单纯什么 顶替 你有没有看到 这是法治 三等法治考题 居然还比刚刚你所看到 第三题 四等法联还简单 第四 刚刚第三题 我们刚刚讲的是什么 顶替加冒名 对人的效率 我们都想要确定 我们休息一下 感谢观看 我今晚了 我们都想要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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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想要确定